又是宇宙自然的本体。 在混沌未叛之初,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,无天无地无人,也没有语言和文字,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。 不大道无明强明约道,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。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,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,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万的运转。 这就是道的妙用。 道大理为,我们非然无时无刻意。